如果要画出各区比例图 其实跟刚刚的那个有点类似 所以你甚至可以拿刚刚的那个分 拿来抠过来改就可以了 其实基本上架构都差不多 那其实概念是第一个把以色尔读进去 读进去做什么 因为我要知道这一栏哪一栏呢 这个F栏这一栏 第十的这一栏 那我要产生的就是 我先把这几个先抠过来一点 加了两个 其实这有点像两个串列 这个是串列lis a,lis b 跟这个一样lis a,lis b 那有这两个才可以画图 所以区的部分的话是来自于它 所以我可以把资料读进来之后 我取得F栏 然后做什么呢 那区的部分呢 我怎么知道有几个区 其实当然你这边可以 把它先全部抓出来 区的话呢 你可以在Excel里面应该是用MID函数 在文字类里面的那个MID MID的话取第几个字呢 应该是第四个 第四个字取三个嘛 所以这个取四个字 取三个字 那就得到你要的区 把它向它填满 那可是这个动作的话 如果在Python里面的话 那基本上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中国阿虎 如果是中国阿虎 中国阿虎的话应该是 变成这个应该从零开始嘛 那这应该是三 三四五 所以这边冒号六就可以了 好 应该知道这意思嘛 OK 我是觉得当然用MID会比较简单嘛 那区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办 把这个范围有没有 Ctrl是不是向下 然后Ctrl 一样移除重复啦 移除重复之后的话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那个 我们要的这个 这个区的结果嘛 所以这个 我把它贴过来 然后把它移除重复 然后再来就数量 数量的话一样Cong-If 所以其实就类似像这样Cong-If得到结果 所以我们如果要把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话 那我们其实基本上可以拿刚刚这个程式 其实直接拿来复制 那我们直接开一个新的给他 然后贴上就可以了 那第一个拿这个来改比较快 所以第一个要改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方我一样赌档 赌档部分不改 那需要更动的部分应该是这个地方嘛 我刚刚讲从第三 不应该是 这个Rows应该是第几个呢 应该是我要的蓝应该是 0、1、2、3、4、5 应该是第五个 所以这边的话Rows应该把它改成 有没有 然后呢 这边的话后面的话应该3冒号 3、4、5嘛 所以冒号6 5的后面那个数字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一样3 然后这边5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这个 改成5 这样应该OK了 那如果确定OK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先print一下 这个底下先注解掉 那你先确定说呢 它的结果OK的话 那理论上就没有问题 我看一下执行一下 是不是 那一区的结果呢 TrupleIndex Out of Range 我算是不是算错了 0、1、2、3、4、5 没错啊 Out of Range 所以 所以你不是我后来插入的 所以这样应该改成4才对 这4才对 这应该OK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对全部都区嘛 那底下的话就应该OK的 那再来的话呢 总共有12区啦 所以你这个12区 当然我 刚刚有几种做法嘛 要不就是说我直接自己 新增 有没有 把那个区 你直接把这边把它复制贴过去 前面加单以后 不然的话还有个方法 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单纯一点点 就是你直接怎么样 把那一个移除重复 我跟各位讲 移除重复的话呢 在Python里面有个方法叫Set 我这边的话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 有一个形态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Set 你可以把List1放在这里面来 然后把它Print一下 因为Set 这个形态 这套形态 它有个特点 就是它不会有重复的资料 所以其实就移除重复了 也就是你List1里面的资料 全部放进去 它最后得到的就是只有不重复的 那12区的名称 所以我把它执行看看 Set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吧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大安什么少一个区呢 我这边打错了 难怪有什么少一个区 好 那就 这个大瓜弧的形态就是Set OK 我前面有讲过 好像我那个上个礼拜的讲 大瓜弧 除了那个什么Set之外 还有一个字典 Additionary有没有 也是大瓜弧 差别只是说 字典里面有Key跟Value 它只有Value没有Key 就是它有左边右边的资料 Additionary 这个之后我们还会看到 那可是你说老师 那那个Set就不是串列了 那怎么办 如果我希望把它变成一个串列怎么做 很简单 把它转型 怎么转呢 因为它的数量有没有 也是复数的 所以如果你要转的话很简单 直接在Set的外面再加一个List 再把它刮起来 那这个List 刮弧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你帮我把这个Set的形态 转换成串列形态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串列了 看一下 确定 确定 有没有看到 中刮弧了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它本来不是串列 有没有 你要把它转成串列的话 就外面加一个List 小刮弧就可以了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很多形态我都习惯 就转成串列就好 为什么 因为反正你都习惯串列了 如果它以后是Set 你把它的 像字典也是一样 字典其实我把它看成两个串列 有没有 它其实有Key跟Value Key的话就是编号 Value就是它里面的资料 那我就把它分开来 放到串列再处理 我会比较习惯 不然的话你变成你很多形态 每一个都要个别学一些方法 你要学不完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的习惯是 我都尽量能够少学 就尽量少学 那教学也是一样 我发现我教太多学生都吸收不了 反而最后跟你们讲 你用这个方法应该是最简便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多一个 一个什么List A就OK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直接把什么List A产生 然后后面的话就加一个等号 把这个东西丢给它 我们就List A了 所以List A等于就是这些区 12区了嘛对 再来的话底下就帮我计算List B的部分 所以List B我看一下 List B应该差不多意思了 我就List B 然后先建一个空的给它 然后再把List A等于12区的每一个 通通都把它一个一个掉出来之后 让它去算 算完之后的结果 一样把它放在List B里面去 应该可以懂嘛 一样的道理嘛 把它实行一下 所以得到List A跟List B帮我print出来 所以最后得到应该是List A 有吗 12区这边有 OK 然后呢数量也有了 这样等于这两个产生的话 后面就简单了啦 因为你要画折线图 可是问题这种画折线图好像没有很OK 因为折线图那边是时间跟数量 如果你假设是比例的话 大部分都画成圆形图 那圆形图要怎么画 其实也蛮简单的 圆形图的话就不是plus 所以你这个地方要改 所以我们拿这边来改 圆形图的部分 所以这个都有 只要一样嘛 就是在这边把好像本来是 那个什么 原来的这个画的图原来是这个 我们原来是用的是plus 然后把它改成pi就可以了 有没有pi图嘛 OK 那只是说它必须要给三个参数 其中的话中间这个一般是 我忘了要给什么 反正我一般给num 不要给任何东西 那基本上的话一个是a跟b要颠倒 这边注意哦 你的数量要放前面 你的 那个你放哪个项目要放后面 最后把它绣出来看一下 也算这样应该就ok了 所以其他的话 可能会需要改的话 就是绘制图的部分 把它改成pi图 所以这个底下这些 然后把它改一下 改成用那个pi图的方式 绘制出来把它绣一下看看 他跑一下 OK出现了 好像还蛮ok的 有没有 他就按照什么呢 按照他的那个 他的位 不过他没有排序是真的 所以未来如果希望呢 把它按照大到小排序的话 不然你会乱乱的嘛 哪个多哪个少 这个好像中央区最多 第二名是哪一个 你还要再慢慢看 有没有 所以后面呢 我多做一些事情在底下 一样 我就把它字换一下 然后最后的话呢 比例图 换一下 ok 那请各位睡一下 把刚刚的部分呢 先把资料建起来 画面在房子做一下